各位大家好 鉴于我最近在推特上发了习近平被软禁的问题 这个引起很大的讨论 然后习近平现在不是又出现了吗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我之前的所有的言论 我只能这么说 习近平有没有被软禁 我们确定可能没有 但是我们所谈的任何问题它都是存在的 我们这两天所谈的任何习近平的困境 它都是存在的 你不可能不是说这家伙又出来了 然后他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 这是不客观的 所有质疑的东西它都是存在的 只能说这个家伙真的斗争一流 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 因为他的生活的成长的背景就是斗争嘛 所以他跟毛泽东是一样的 什么本事都没有 什么本事都没有 应该把国家治理成最穷的国家 但是斗争一流 那种农村大妈大爷那种死半尺 背后死半尺陷害你那种搞阴暗搞狭暗的东西 死大傻 真是他妈的一流中的一流啊 所以他这一次的斗争他要赢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不表示我们之前自己他的东西 他就不存在 我这两天不是看到台湾的那个争论节目吗 他有这样的说法 我只提供出来大家参考 因为这种真正内部的问题 谁也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 也会是假的 但是我认为都有他一定的道理 逻辑是可以自洽的 本来大傻想要派兵帮助那个帮俄罗斯打仗 然后用北韩的名义嘛 然后这个事情被那个什么 被东北那一位将军啊 哦是这位叫李侨明的人 李侨明这位将军 他是好像北部 他什么指误我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说习大傻要派兵 透过用北韩的名义去派兵帮普丁这件事情 被这位这位军区失恋李侨明这位失恋发现 他觉得不妥 所以那时候有所谓的那个什么 有所谓的政变的问题嘛 然后他跑到北戴河去了 北戴河跟这些所谓的军委呢 陈述这个事情 军委们也认为不妥 所以把这个案件挡下来 所以为什么说被罢处的李侨明 为什么还能出现在这几个重要场呢 这也是一个疑问啊 这也不能解释到今天是罗喜不能自洽啊 你说习大傻没有任何问题 这也不合理嘛 所以大傻就去参加了那个中亚那个会议嘛 就是想要去跟普丁当面陈述他的困境嘛 好那为什么会议结束没有晚餐没有晚宴没有合照 他就要跑回中国 因为他已经发现有政变的问题 所以他回来 回来之后据说 据说回来的 回来之后就被控制在 在空军的专机上面 他就没有下来 就被软禁在那个空军的飞机上 这个事情怎么出来了 怎么出来了 因为普丁给习近平打电话 习近平没有接 普丁打电话给习近平 习近平都没接 普丁透过他的所谓的情报系统 才知道这件事 知道习近平已经被软禁 然后普丁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莫迪 包括印度的莫迪 然后印度莫迪的一个幕僚 把这个事情放到脸书上 事情就这样爆开了 好这个逻辑可不可以自洽 不全然不能自洽 就是说这个他这样说有一定可信的 有一定的可信度 只不过说最后因为党 因为刀把子嘛 那个枪杆子 笔杆子 他死前代替都在习近平掌握上 所以最后 最后他破了这个政变 你只能这么讲 你只能他现在 所以说 所以说很多人拿这个事来为难 我说塔珊你乱讲话 他哪有被政变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被政变之前那些问题 怎么解释 无法解释 但是最后就是习近平又胜利了 他妈这这家伙他又胜了 他真的斗争一流了 人之马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嘛 凶的怕狠的 狠的怕不要命的嘛 习近平就属于那个不要命了 你知道吗 习近平在中国的政坛他就属于那个不要命 他什么都敢跟你修害你 所以说我没有认为他很厉害啦 但是他什么都拿就直接跟你修害 一般人不愿意嘛 就像我们打牌 谁愿意一开始就修害呢 没有呢 没有人这种打法 但是他这种拼命伸廊的打法 拼命伸廊的打法最后也只换来什么 换来什么 换来他斗争的生命 并不能代表他治国是有能力的 只是说他在夺权方面确实一流啦 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中国最大的悲哀 用一个只会夺权不会治国的人 把中国带到今天的困境 他将会重复毛泽东的历史 把中国又带回最穷的国家 是不是 十年前呢 2012年我还在中国 那个时候中国的景气欣欣向荣 所有人都充满的朝气 充满的希望 十年后今天 十年的时间 可以被习近平折腾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今天的困境 我相信中国人比我还清楚 而且没有任何机会反转 中国现在经济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反转 我之前说过 谈过很多次 修饰底德县城 中等收入陷阱 加上国内财政的困境 三驾马车全部都停了 加上什么 加上跟全世界都不合 所以日本当年换来的消失的三十年 但是日本当年是很有钱的 跟世界是交好的 他都有三十年的消失三十年 中国呢 中国的困境比当年日本还要严重十倍 所以我说中国会迎来最少五十年 甚至永远起不来 谁造成的 当然是大傻造成 如果他一直走习近平这种韬光养晦的 其实美国人是不是被骗了 美国人很简单很单纯 是大傻到处亮剑 到处亮剑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侵犯了多少人的利益 他以为他 但是你看 一个坑又一个坑 全部是他自己造成的 基建的坑 国内基建的坑 国内财政的坑 地方财政 中央财政 加上一带一路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挽救中国经济的可能 加上现在全球的所谓大萧条 比如说本来以中国的经济的活力 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度过这么大的困境 但是世界现在有一点萧条的味道 直接把中国按在水里 直接就窒息了 这个就是中国人 你以前经历过所谓的文化大革命 经历过老毛泽 经历过毛泽东 这样的暴行 大家认为文革不可能再来了 文革不可能再来了 但是现在真的中国这种文革的时候 你又能如何 中国朋友你又能如何 好现在开始封城封控 谁都知道那个在干嘛好不好 但凡喔 但凡你了解一点中国历史人 你都会知道这个就是在维稳 这个就是在在控制你的行动 这个就当时的 当时所谓的这个人民公司 重新在线而已 你觉得不是这样吗 但是你又能怎么样呢 中国人你没有抗争的精神 你没有抗争的精神 所以你只能掩抗着一个繁荣的社会 一个已经慢慢慢慢要进入一个富足的社会的 又被这个家伙给拉回来 给拉回文革的那个困窘 二十几千万人的那个窘境 但是你一点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抗争精神 这个事情但凡发生在其他国家 不可能像这样 没有抗争 没有问责 连游行都没有 当然啦 共产党他当然会更加的肆无忌惮 因为韭菜这么温馴是吧 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这样做 因为韭菜这么温馴 又肥又壮又温馴 等着我来割 为什么 所以我说人民在看政府的风向 政府也在看人民的风向 这个我论述过很多次不再重复 但是中国人中国朋友们 你们有几个人得到教训过 你们都认为文革不可能再来 可是文革正在路上 你们有几个人真的出来抗争 我真的觉得 为什么要让自己再妒忌 接受这样的命运呢 你的父辈 你的父子辈受的苦难还不够吗 人倒不值得拿命来拼一下啊 是吧 否则你的这种苦难的奴隶的身份 还要再传给你的后下一代 我那么心爱的儿女 结果准备养大的给人家当奴隶 你真的愿意吗 中国人 你真的愿意吗 我在中国27年 其实我说25年 其实实际是27年 我95年就进中国了 27年的时间 我深知共产党在干嘛 我对共产党每一个政策 我当年都有去研究过 台湾 政府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人民的 共产党每一个政策都是为了共产党能够继续的执政 他没有一件事是为人民 朋友们 没有一件政策是为了你人民 但是你还是 也许你没有歌功颂德 但是你还是无能为力 你还是真眼真真地看他淪落 看这个社会 从12年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 到今天这样的一败土地 一败土地 中国现在工厂生意都难做 连东莞 我最熟悉的东莞 东莞那些朋友 哀哄骗你 哀哄骗你 从没有这样过 我中国27年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从来都没有 东莞怎么样都是世界的世界工厂 但是连东莞都遇走到这个地步 共产党你确实有能力 你把中国再次的搞倒搞垮 再次的人民公社 再次的吃大锅饭 再次的闭关锁国 而一般人民哪怕你看懂 你都不敢 不敢有所举动有所动作 没有问责 没有游行 没有示威 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再重新滑向 这种文革的深渊 很可怕的 朋友们真的很可怕的 再不出来 再不出来拼他一拼的话 很恐怖的 我认为拼他一下 还有机会 推翻共产党 什么事都解决了 推翻共产党 什么事都解决 中国 以中国的勤奋 中国人的聪明 中国的智慧 中国人的温许 其实中国要 GDP超越美国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当然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 变成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 如果继续走这样的 现在这样的大路走下去 只能万劫不复了 不会再有第二次改革开放 各位朋友们 这次如果让他重新滑入文革的深渊 你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改革开放 因为没有人给你这个机会 所谓改革开放 如果不是2000年 美国让你进入WTO的话 中国有什么 我九几年就进中国 我很清楚 中国真正开始腾飞是2000年之后 进入WTO之后 你可以把东西卖给全世界 那个时候你才开始腾飞了 不是你改革有多成功 是世界接纳你的 但是如果中国你重新再滑入文革的深渊 不会再有第二次改革开放 你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当然啦 你的未来是你自己要去把握的 我们一个台湾人 我回台湾了 所以我对中国已经失望凑点 我回了台湾了 我回台湾之后 那我对中国只有一种情怀 就是说 我有一点点中国情怀 就是因为这一块土地 我生活二十五年 带有一点感情 但是我这个感情 我是可以随时放下 因为你要走入文革啦 你要走回以前那种 那种最可怕的时代 我当然可以放下这一份情怀 是你们自己不愿意自救 不愿意自救 别人都帮哪里没办法 现在美国的政策已经很明确了 各位 美国跟台湾建交 跟中美国复交 可能是在最近几年的事情 台湾政策法你应该知道了 最近有一个什么 加长军事装备转移台湾法 靠这种闹口的法律都有 为什么 美国有可能驻军台湾的 台湾政策法推动过去 美国有可能跟台湾直接建交 美国把台湾当作 像北约像韩国像日本一样的同盟国 这是拜登讲的 拜登讲的四次了 不是我讲的好不好 拜登讲的四次了 人家一个总统不会胡说八道 不会兴趣兴致乱讲 这些都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在走着 所以台湾政策法通过之后 有可能跟台湾建交 甚至成为台湾成为同盟国 然后美国在台湾驻军 所以他们会把武器 大量的囤积在台湾 台湾政策法有一条 送给台湾65亿美元 嘿嘿嘿嘿 干嘛 他知道你台湾国家小 你用你的财政预算 每年拨款来买这些武器 缓不济及 美国政策法直接给你 六十五亿美金的两千亿台币 各位啊 六十五亿美金是两千亿台币 而且这两千亿台币 只能跟美国买武器 美国就整个直接把武器送给你 不简单 因为民主国家不可能把武器送给你 他编个法案 说把钱给你送给你 然后其实就是让你 就是把武器送到 送给台湾武器 然后把这些武器囤在台湾 到战时是让美军用的 好不好 这个道理已经很简单了 谁造成了 你大傻造成了 你大傻如果继续韬光养晦 今天会这样吗 我说美国很好骗的 美国人很好骗的 是你大傻告诉他 我不骗你了 我不骗你了 我就是要跟你硬着干 你有多少底细跟人家硬着干 你看现在美元的强势 人民币的贬值 全世界货币在贬值 美国人只要加息 全世界货币贬值 只有美元一个货币独大 这一点你就可以知道 美国的势力有多强大 如果这个都看不懂 不需要讨论 朋友们 如果你这个都看不懂 不需要讨论 习大傻习近平 如果你这个都看不懂 也不需要讨论 美国人就光一个加息 就可以把全世界的美金 往美国 所有的油资 所有的钱都往美国走了 那你还跟人家玩什么 我就问你 这个世界的秩序 这个世界的利润 世界的秩序 美国人在分配 美国人只要金融操作 全世界都搞不过他 不用讲他的军队 他的武器都不用说 全世界加起来参与五倍 都打不过美国 全世界第一海军 第一空军 是谁 第二是谁 是美国封存的 美国还封存很多武器 那你叫美国第二海军 第二空军 第二空军 这就是全世界第一跟第二 就在美国 你中国再乘以五倍 也打不过美国 全世界加起来乘以五 也打不过美国 就这样一个趋势之下 美国人用一个所谓的升息 就可以把全世界资金 所以你连人民币现在七点二级 七点三七点四很快的 很快的 七点零到七点二级才两天 两天而已 这个就是中国根本招架不住 如果你中国经济真的强大 可以跟美国对抗 你这一次人民币根本就不会扁 是不是 但是你现在也扁了 你跟其他的货币没有两样 好吗 人民币你现在在 所以你根本没有能力对抗美元 你不要认清这一点 军事 经济 金融 国防 外交 你没有一样跟美国比的 然后你还要跟美国叫板 你把美国打醒了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所以美国现在醒了 美国现在醒了 美国现在从乌克兰的战争 到今天台海的危机 哪一个不是美国人策划当中的事情 美国的技术幕僚 美国的执政团队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这一点你不用否认 不用否认 这些都是人家整个整个国际团队操控的 好 俄罗斯已经成了三流国家了 你靠不住俄罗斯 你现在还 大傻现在想要去靠俄罗斯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以前好像还没有这么严重 现在俄罗斯明明就垮了 明明就成三流国家了 大傻还一直靠过去你看不出来 跟中俄齐天河军言去骚扰日本 现在去骚扰白令海 骚扰美国 大傻真的 因为大傻是个软弱的人 他对普丁是个心颖的依靠 虽然普丁很弱 但是普丁可以在精神上鼓励小伙子 小伙子跟我来跟我来 大傻批天批天就跟着去了 为什么 大傻不是个内心强大的人 他是个需要依靠的人 所以我说他是个小混混 习近平就是个小混混 一定要弄清楚他真的没有什么格局 他这一切都是个小混混的格局 所以不会把一个国家 从一个最高的顶端 带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然后还想去依靠 一个已经没落的普丁 你就可以说 这个人从他的内心里 从他的内心跟他的行为 跟他的学识跟他的修养 跟他的整个治国的理念 看不出一点优秀的本质在 就是个小混混 所以我一直讲台湾人不怕你 台湾人不怕你 是因为我们把你看透 我知道你没有那个勇气 真的来侵略台湾 因为侵略台湾就是侵略美国的盟国 美日北约都不会放过你 台湾更是不会放过你 千万不要以为台湾是七十年前的台湾 现在台湾不一样 这七十年来台湾有什么东西 你很清楚 台湾从第一岛链到民主政治 到科技业 其实我就跟你讲 世界为什么突然对台湾这么好 为什么全世界要保护台湾 因为正义吗 别做梦了 因为芯片 因为台湾的芯片 因为如果没有台湾 全世界将会停止运作 没有人受得了 所以就引起了全世界 焦点都放在台湾 全世界都要保护台湾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利益所在 国与国之间不要讲道义 只是说当你讲利益的时候 还讲一点点道义 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国与国之间不是用道义来看 所以说台湾如果不是因为你有芯片 加上整个科技产业链 对世界的重要性 人家谁理你啊 七十几年了 谁理你过啊 这是我们台湾现在有了自己的底气 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 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机 所以我警告台湾国内这些轻共舔共者 你真的要很小心 台湾人不会一直放你们这些人 在这边迎合敌人 在这边继续通敌 一个国家最大的反对党是通敌的 不可能被我们接受 只不过是现在还没有考虑到这个点 如果战争一起 第一件事情就是抓 所以战争一起的话 台湾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特别行动队 把这些所谓的轻共反共 轻共挺共的全部抓起来 一定的啊 难道我要像乌克兰一样啊 乌克兰战争都快打赢了 战争都快胜利了 俄罗斯的间谍还没抓完 到今天乌克兰还在抓 抓俄罗斯的间谍 我不愿让台湾走入这个地步好不好 台湾有一个前车之间 有一个乌克兰前车之间 台湾很幸运啊 香港事件让台湾人绝血 乌克兰事件让台湾人有信心 台湾人不觉得说 原来喔 原来钢铁洪流也就是这样而已 台湾人可以相信 相信这个科技的时代 科技决定一切 而且你的战斗意志决定一切 这些台湾都具备 而且台湾还有一个台湾海峡 乌克兰的战争 让台湾人看懂了 自己强大 自己武装自己 其实敌人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我常常讲 共产党没有那么强 台湾没有那么弱 我在推特天天写这句话 我在推特里面的话 最常讲这句话 共产党没有那么强 台湾没有那么弱 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 最大的自信 而再次禁告这些台湾内部的 所谓的共产党的内地 在地配合者 请你记住 台湾人不会 不会隆你如此的嚣张 因为台湾现在是民主国家 所以你继续动打 但是只要共产党发动战争 就是你们的忌日 就是你们的亲共的人的忌日 因为那个时候叫暂时 暂时是有暂时的法律 当然第一件事要清除 台湾的所谓的匪谍 这些亲共舔共者 所以这些人弄清楚自己的处境 就蠢人这个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些人怎么这么蠢 你去舔共产党干嘛 共产党能给你几个钱 我就问你 你在台湾你缺缺钱吗 台湾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福利社会 你生活有困难吗 你有需要去舔共轻共 去赚那一点微薄的钱吗 这些钱会要你的命的 我真的跟你讲 台湾人不会放过你们的 是不是 而且你既然还有人呼吁中共武统台湾 我告诉你 中共只要开始武统台湾 台湾第一件事就是 就是启动战时法律 抓你们这些所谓的匪谍 真的 你们蠢到这个程度 你们蠢到这个程度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的话 可以啊 赶快移民中国 新共舔共者 最好移民中国 否则你的每一个言论 在网路上都有记忆的 你所有的言论 网路上都有记忆的 好不好 这个记忆只要战争一开始 有多少人会来找你 找你你知道吗 有多少人会可以算这个账 你不知道吗 不要以为台湾 这种民主国家动不了你 那是现在平时动不了你 暂时你一个都跑不掉 你一个都跑不掉 好的 谢谢各位